先看看对面八个表处 我在日本面对万人歌唱 姑娘贵姓 我姓李 怎么称呼 李淳 李淳 来自哪里 我来自湖南岳阳 岳阳好地方 这个唱歌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日本开过很多演唱会 然后在很多人面前 姑娘跟她聊聊吧 好 你什么时候去的日本呢 我在07年的时候去的日本 那是什么样一个契机 让你到了日本 日本的那个公司的 开了一个小型的选秀会 然后选秀会里面呢 然后我很荣幸的就被选上了 然后呢 就被他们带到了日本 加入了日本的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组合 这是在日本艺能界发展 对的 方便透露一下这个组合的名字吗 山口 请多观照 那个是早安少女组 在日本待了多久 我待了有四年半 那这个组合有多少人 它每一期的人都不同 像我刚刚进去的时候 我们那有九个人 然后两年以后毕业了一名成员 那就是八个人 那你在日本有没有接受一些专业的培训 然后可以描述一下 那个培训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去到那边之后 就是当练习生 然后就是很强度的体能训练 然后歌曲训练 然后在就是每个礼拜的日语 这样 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 我们从很多电视上看的 好像日本的那个歌迷啊 好像特别疯狂 你见到那种样子吗 对对对 大家就是演唱会的时候 基本上不做 然后大家都站着 而且我们的舞蹈 我们的歌 他们都会唱都会跳 所以说整场演唱会 不仅在台上的人在那嗨 然后台下的人 也会跟我们一起嗨 也就是说这么说吧 你们那个组合在日本算是 一个健康进步组织 是很红的那种吗 对在日本很红 因为她是日本的国民少女组 她有十多年的历史 能判断了 差不多了 来吧来吧 我认为是 真的 你竟然认为它是真的 哦 你真了不起 四号 你地真地假地干活 请公布一下事情的真相 光说谢谢管什么用 柳妍 作为百大言 你应该了解一下日语 哦 她讲了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是真的 三 对 多谢你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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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屏幕 这就是我们四号女生 在演唱会上的 请请 因为我这组合人挺多的 最好啊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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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